陈宜许多发言争议大,预参版,翻摄自陈宜脸书,记者林南谷台北报道,东三财经新闻台前主播蔡上化自入行里来有正妹主播封号,因专业形象受肯定晋升超正主播,为了完成学业暂泄主播台,这几天网红陈宜批评大部分志愿意都废物引发争议,蔡上化也及此表达对军人的尊敬。 蔡上化所在脸书没有指名道姓,但连接陈宜直播影音,她说,这世上没有什么比无知更可怕。 蔡上化认为,从没实际深入了解一个行业,只以偏盖全屏一己偏见去评断他人,真是糟糕又恶劣,蔡上化有超正主播美名。 翻摄自蔡上化脸书 因为工作关系,蔡上化透露常有机会接触国军,也认识不少军人都有不错学历涵养和严谨工作态度,人无贵贱,百工百业更无高低,每份工作都不容易。 蔡上化直言,当你用洋洋得意的嘴脸嘲笑他人职业,并不会衬托自己有多高尚而是更显浅薄。 在网络自媒体蓬勃的世代,华众取宠或惊世骇俗的言论虽能博取关注,但也很可能害人害己。 蔡上化特别点名网红受大众关注,影响力甚至,这些人更该肩负起社会责任,而非自诩直白为所欲为。